华叔有一事要禀告凤凰 奉冤天帝与元启臣军 在千年前就以命武为戴天帝 未遵御令 日后不能以臣力相待 方才华叔帝君言 千年前受命于戴天帝 尚不知天帝的御令诏书可还在 可否拿给我看一眼 凤凰这是在质疑天帝陛下吗 既拿不出诏书 便称不上这仙界之主 我凤卒数十万年来军售白鸟朝拜 若你现在不再称我为皇 那我必当要给我凤卒一个交代 要么你拿出御令诏书 要么孔缺义组 以你之谷 不得再为白鸟之臣 你 若不判足 那他作乱将因他必胜盘主买 但最低端有错 向凤凰才卖算了 你可不 对 就是 白鸟倒华书 拜见凤凰 罢了 倒是扰了大家的勇气 左邀行的不过程序 做作表明功夫 如今你这不亲不愿的样子 倒像是我在故意寻你的不舍 今日之事我不再追究 不过要提醒华书帝君一句 愿你记住教训 时刻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 莫要再来挑衅本荒